作詞 作曲 編曲 編曲 張臺 出來吃飯別老玩手氣 不能讓我點菜吧 你們也點呢 隨便 那誰叫你把我騙出來吃飯的 我 我叫你出來吃飯 是騙你有這麼好的騙子嗎 最麻煩的就是隨便 周全喜歡吃魚 你喜歡吃什麼 我去點 周全宇吃什麼就點什麼吧 行 那我就去點菜喽 來 那個 我要點這個菜 這個菜還有那個魚 怎麼還不回來 呃 城里把许君叫去了 那咱们这饭也不用吃了 撤了吧 唉 不用上了 我们买单 刚刚那位小姐已经买过单了 她已经帮你们把菜都点好了 请慢用 菜都点了 照样再走吧 那天的事情 对不起 哪天呀 我不记得了 什么事啊 你能好好说话吗 我再好好说话呀 不是你跟我说的吗 我们应该保持距离 那天有点焦躁 我 我看见你跟那个年轻男孩 闹成那样 挺出货意料之外的 辉王 我们认识多少年了 我从头到尾就是这样的呀 我对那天那件事情 会很反感 那你反感的立场是什么 我们什么关系啊 我们是朋友 是哥们 我也没结婚呀 那我可以跟任何男人 发生任何感情的 怎么了 是法律上不允许 还是道德上我被谴责 我今天在医院 见到那天派出所那个阿姨 这孩子是怕我担心 想骗我说要出来住 就可以偷偷做化疗 周律师真是个好人哪 帮他找床位 找医生 还借钱给他 所以你现在跑过来跟我道歉 会以往你太搞笑了 其实那天到底发生什么 真的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 你作为我这么多年的朋友 你突然跳出来指责我 谴责我 然后想要站在男人的角度上 来对我进行道德审判 你这个逻辑不通啊 我 这饭我真的没法吃 还是那句话 你是我的什么人呀 你有什么立场来审判我 金慧刚发表声明 否认跟程丽恋爱 说两个人只是儿时好友 调头 马上去程丽家 好 丽学轩 我警告你 从今天开始 不要管我会议网的闲事 还有 我们绝交一个星期 不要来我家 不要给我打电话 不要拍电视 是的 女王大人 大程总 怎么哪里都有你 去 李俊俊 谁来了 你妈 你的手怎么了 没事 滑了一下 太不会照顾自己了 让你请用人 你又不要 那王栋呢 他不能来照顾你吗 他不是跟你说了吗 他要辞职了 你看你 养的什么白眼狼 需要他的时候他又走了 妈 你别这么说他 他也是人 他也有自由生活的权利 你这样感情用事 可是伤家大忌 行了 说正事吧 妈妈我别去找机会了 他比我更烦 你们这次为什么召集佛人 是因为他吗 刘嬉嬉 刘嬉嬉 你出去吧 成立 你跟金慧从小一起长大 那说没有感情是假的 当然 我能理解你们对于这种 像亲情又像友情 搞不明白是不是爱情的关系 我知道你们处理起来 会很慎重 你们俩门当互对 金慧对你是最好的选择 那你问过金慧吗 我是他最好的选择吗 感情又不是菜市场上的西红柿 好 就算你跟金慧的事情 还没有想清楚 可你们还年轻啊 可以慢慢想啊 但你不要忘了自己的身份 有些女人你不能碰 他就是个助理 你是我儿子 你的防备心理我清楚 如果不是特别的关系 你能让他在你自己家里照顾你吗 你想多了 我的生活习惯你是知道的 除了之前的文叔叔 没人能给我这样的熟悉感 这令旋旋她很聪明 她来应聘的时候 就去找过文叔叔了 文叔叔告诉她我的生活习惯 所以她一来的时候 就能给我一种熟悉感 是这种熟悉感 让我录用了她 但是我后来发现 我真的没有选错人 这足以说明 这姑娘的心思非常不简单 听说殷术代理也是她拿下的 用的美人计 跟婚一往也不清不楚 我就是提醒你啊 这种心机女 你一定得防备 玩玩可以 不能走心 我本来以为咱们俩 能像正常母子一样 好好聊聊天 结果没想到最后又要上工作 以后别再找人调查我跟总网了 我要我自己的隐私 自己的生活 我累了 我想休息 大家 去查查那个令寻寻 真是体股大了 程总 我是不是给你添麻烦了 你又没做错什么 是不是我住在这儿 影响了你跟金慧的感情啊 你是想说金慧会 因为你吃醋 金慧是你的醋 上了热搜都没人信吧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是觉得我好像做什么都不对 我已经七年没有工作过了 对职场的人情事故很不敏感 甚至跟你的相处都不知道对不对 所以我怕我哪儿做错了 会给你带来麻烦 你刚才见我妈那么怂 你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 可是正面刚的 我就是因为你够伶俐 才录用你的 大程总那气场 一般人谁能见得中 那天在办公室是怎么想的 你就不怕丢了工作的机会 难道那天不是你 是你双胞胎姐妹 那次纯属是赌博好吗 为了应聘这个工作 我去网上查了一下你的资料 你从小在国外长大 跟大程总的关系不是特别好 甚至你回国之后 也不愿意接受大程总的安排 非得借管这个小的化妆品公司 不愿意接受了